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自成说服张献忠再次造反 林首相明军大举进攻 在这危急关头 崇祯皇帝会做出怎样的无奈决定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和您一起走进那段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变革中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制皇帝也无奈 上一讲我们说到前任的内阁大学士孙成宗 率领他全家老小和高阳县城的军民们奋起抵抗清兵进攻 结果高阳城失陷 孙成宗一家四十多口人都遇难了 这消息传到京城之后 崇祯皇帝既难过又震惊 在崇祯皇帝看来仗打成这样就是因为卢相声指挥不当 所以声令下把卢相声给撤了 可是仗还没结束呢 清兵大举南下 谁阻拦清兵啊 谁指挥打仗呢 你把卢相声给撤了 这会儿杨四昌出来说话了 说陛下 大战之时 临阵换将 是兵家之大忌 你还得让卢相声当这个总指挥 让他戴罪立功 在杨四昌的戴山说服之下 崇祯皇帝答应了 恢复卢相声的总指挥的职务 戴罪立功 但是把他那个兵不上书的嫌免了 这本来卢相声啊 还有几分把握能打败清兵 可是他那个偷袭的计划 没成功 这战机稍纵即逝啊 所以呢 就根本拦不住清兵南下了 这心里正窝火呢 皇上又把他免职了 这会儿又让他败罪立功了 你想这卢相声心里滋味能好受吗 可是卢相声啊 根本不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心里 接了皇上的命令之后 为了阻拦清兵的南下 他就带他的人马从卓州来到了宝定 到了宝定之后 这宝定的巡抚啊 拒绝给卢相声发良想 卢相声手下已经饿了几天了 他又没办法 只好上述给皇上 把自己的困境啊 给皇上汇报 说我没口粮了 保定巡抚又不给我发良想 所以我现在没法进兵 这皇上根本不听他的辩解 就发火了 说你总找借口按兵不动 那么当初你在我面前那些主干的言论 难道是说了好听的吗 难道是孤名钓鱼吗 卢相声听皇上这么说 知道再辩解也没有用了 只好下决心 带领手下的五千老弱 去拦截清兵南下 不对啊 大家一定会问全国秦王兵马总指挥 手下怎么可能只有五千老弱呢 他的部队呢 原来啊 这卢相声有个手下叫杨廷林 他给皇上上书说 这杨四昌是个奸臣 有他在朝中啊 边疆的将士们打不了胜仗 这个上书让杨四昌看到之后是大怒 他就以为这杨廷林的上书是卢相声指使的 所以他一怒之下 就把卢相声手中的三万人马调走了 就给你剩五千老弱 我看你怎么打 主力被调走了 又不接济两响 卢相声知道 没办法 只能以死相拼了 下了必死的决心之后 卢相声走出大仗 因为他保定呢 就朝着北方啊 京城的方向跪倒靠头 起身之后对五千将士说 我和众位是共受国恩啊 马上就要去打仗了 明天就带你们去出征拦截清兵 此杖啊 愿去者跟我去 不愿去者留下 我绝不强 说完之后 回身对这个送行来的这些众位父老说 我卢相声一生打了几十次仗 从来没败过 可是这次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 而且我是弹尽良绝啊 没有良想 没有补给 此战必败 所以以后啊 也就再不劳烦各位父老乡亲了 这父老乡亲们一听这话 都流泪了 纷纷回到家里 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 积极着五千将士 第二天一大早 吴相声带着他的五千老弱出站 走到巨路县的甲庄 拦截住一路清军 但是很快的 就被其他几路包围上来 陷入了三万清军的重重包围 此时呢 那这个总监军高齐浅呢 带着四万人马 离甲庄 只有五十里路 卢相声就派杨廷林 杀出重围 找高齐浅求援 可是高齐浅 理也不理 无论杨廷林怎么样哀求 高齐浅就是按兵不动 五千老弱 对三万八七铁击 这一仗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必败无疑 可是从中午到半夜 杀了六个时辰 十二个小时 厮杀声一直就没断 卢相声骑在马上 挥舞着他那个重大一百多斤的长饼大刀 有如观云常在世 就他一个人杀了四十多个轻兵 可是他深受四处剑伤 三处刀伤 血流过多 终于体力不支 从马上掉下来了 阵亡了 当卢相声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 他的手下一个将领 一看他大帅从马上掉下来 立刻扑上去 用身体盖在卢相声的身上 清兵一顿乱剑把他射死了 背上中了二十四剑 跟随如相声一块出征的这五千将士 除了两个总兵 铁下总督潜逃了 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胆戒 没有一个人后退 也没有一个人缴械投降 全体震荡了 如相声战死了 当年只有三十九岁啊 如相声一生啊 打了几十场仗 从来没有失败过 排令敌人是闻风丧胆 被别人称为卢颜王 可是这位卢颜王 却在这场比我过于悬殊的战斗中 英勇牺牲了 这杨庆林搬救兵没搬到 按原路往回反 走到半路 听说如相声战死了 五千将士全都阵亡了 他不相信啊 不相信这是真的 排马 狂奔啊 朝着甲庄奔来 一路高喊着大帅的名字 第二天 第二天清晨赶到了刚刚结束这场战斗的战场上 只见五千将士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他满怀希望 觉得自己的大帅一定还活着 喊着大帅的名字到处找卢相声 结果在死人堆里发现了 消息传到京城 杨思成也不相信是真的 他立刻派巡逻兵去查看情况 巡逻兵回来汇报说 卢相声真死了 他还是不信 他一定要让这巡逻兵说 卢相声失踪了 这个巡逻兵就是不改口 严刑靠打 打了三天三夜 把这个巡逻兵给活活打死了 巡逻兵临死的时候 睁着眼的朝着天喊道 天道神明啊 冤枉忠诚 老天爷什么都知道 不能冤枉忠诚 当地的官府官员呢 把这个卢相声战死的情况 上报到朝廷 杨思成不相信 杨思成就一口咬定 从战场上抬回来 那个尸体不是卢相声 卢相声失踪了 在杨思成的干扰之下 卢相声战死之后 八十天才入联 一年之后 卢相声的妻子 向朝廷申请 抚恤 被杨思成拒绝了 第二年 卢相声的两个弟弟 联名尚书朝廷 申请抚恤 又被杨思成拒绝了 明军大白 总指挥杨思成 自然脱不了干系 但是在三十六名 被处死者的名单上 为何偏偏没有杨思成的名字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皇帝也无奈 因为战场失败 卢相声曾被崇祯皇帝 罢出了官职 是杨思成的力保 卢相声才又被恢复了 总指挥的官职 戴罪立功 如此看来 杨思成对卢相声 应该还算不错 但是为什么 他在卢相声死后 会如此冷酷无情 难道卢相声生前 做过什么惹怒杨思成的事情吗 大家一定会问 这杨思成为什么这么恨卢相声呢 据我分析啊 有三个原因 这第一啊 观点不合 卢相声主干 杨思成主和 两个人为观点不合 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执 有一天 杨思成来到了卢相声的大营 本来是好意啊 想看望一下前方将士 可是一进门 不相声 二话不说 就质问杨思成说 你们这些人 一味的主张和清君一和 你就不怕落一个像原虫患那样的千刀万剐的下场吗 接着说什么 说你杨思成 父母死了 不能回家守丧 国家有难 你又不能够为国尽忠 像你这样的人 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 这话说的就太难听了 这杨思成 气得浑身发抖啊 他说 既然是这样 您老就用您手上的赏方剑 把我杀了吧 其实这杨思成比卢相声大十几岁了 卢相声说 我有什么资格杀你呀 我也是既不能回家进校 又不能够出战迎敌 这赏方剑 给我自个留的吧 可是如果有谁胆敢和清君一和 我卢相声绝找不了他 杨思成一看这卢相声怎么这么恨这一和呀 这个撒谎 哎呀他没谁主张一和 这卢相声冷笑一声 这派去辽东的使者往返多少次了 全国人都知道了 你瞒谁呀 这杨思成一看话不投机呀 就离开了卢相声的大营 那么杨思成恨卢相声的第二个人是什么呢 怕卢相声取代 当初这个清兵入关之后 重臣皇帝任命卢相声为全国兵马总指挥 对吧 然后呢 赐他赏方剑 又让他挂兵部尚书贤 关键还有一个总督后代 意思是你时刻准备着 只要兵部尚书这个位置一空缺 你就可以替补 那么当时谁是兵部尚书呢 杨思成 所以杨思成在骨子里就不希望卢相声能打胜 所以他打胜了就会取我而代之啊 杨思成恨卢相声的第三个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掩埋自己的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卢相声战死 杨思成负主要责任 是他把卢相声手里的三万主力军调走了 给他胜了五千老弱 所以他才陷入了三万清兵的包围 最后战死了 因此这杨思成就特别的希望 这卢相声啊 临阵逃脱了 或者是被捕投降了 反正是失踪最好 这样一来呢 大家就不会追问 杨思成的错误了 但可惜啊 事实上卢相声的确战死了 这是杨思成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结果 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证实 战场上抬回来那具尸体 不是卢相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不惜把这个巡逻兵啊 严刑拷打活活打死了 这就是大明王朝的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崇祯皇帝最信任的重臣 大敌当前 不想着京城团结 一致对外 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不惜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 勾心斗角 残害一切 这样下去 这仗怎么可能打胜 这大明王朝怎么可能不亡啊 卢相声战死了 高崎潜的四万人马 不战自愧了 这个时候再也没人能拦截得住 清兵的南下了 这八路清兵直接就围住了这济南府 济南府被攻陷 城里城外死者十几万 就在这个时候 洪城仇和孙传平 终于带着他的陕西那些人马 来到了京市地区 这祖大寿呢 也从青州一带赶来了 虽然是姗姗来迟 但毕竟对清兵形成了两翼的压力 他们不敢恋战 向北撤了 这场战争啊 持去了五个月 这五个月啊 这明朝损失是惨重啊 实现了一个府 两个州 五十五个县城 被掳走了四十多万人处 被杀的居民几十万 被掠夺的金银 不计其数啊 损失这么惨重 谁负责呢 自然会有人追问 所以当清军撤出关内 京城的戒严一解除 阎官们就开始活跃了 纷纷上书 弹劾造成这一场战争失败的直接责任人 这崇尚皇子一看 阎官们的弹劾有道理啊 就责成杨次昌 你去 把阎官们弹劾的一些罪责 给我落实清楚 经过杨次昌的一番调查 落实了责任人 上报为崇尊皇帝 开了一个惩处的名单 经过崇尊皇帝的批准 在一天内 在北京城 杀了三十六个人 上至最高的这个总监军太监 下至周县的官员 一次杀了三十六个人 这可是崇尊皇帝登基以来 因为打了败仗杀的最多的一次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代名将 为何会被崇尊皇帝打入大牢 而李自成又是如何峰回路转 在明军的眼皮子底下 发展壮大起来的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尊那些年制 皇帝也无奈 在三十六名被杀的官员中 偏偏没有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兵部尚书杨死昌 皇上的这个决定 惹怒了众位大臣 大家纷纷尚书 指出明军大败跟杨死昌关系其大 必须给予严惩 才能平息众目 然而崇尊皇帝对这些尚书 装容错雅 丝毫不理会 那么他为什么要顶住压力 如此的偏袒杨死昌呢 皇上怎么这么的偏袒他呢 据我分析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杨死昌见解高明 在崇尊皇帝看来 这杨死昌就是有才啊 比如提出的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 积极备战时政道和平谈判时 权益之计的议和主张等等 都特别的对这个崇尊皇帝的心思 那皇帝偏袒谈杨死昌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杨死昌啊 特别善于迎合皇帝 怎么会迎合呢 杨死昌的父亲 我们曾经讲到过 叫杨赫 他是因为招服农民军失败 然后呢 被崇祯皇帝 撒配 死在了八佩地 所以按照杨死昌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是坚决反对招服农民军的 可是当崇尊皇帝要围剿农民军了 他就积极的围剿 没二话 崇尊皇帝想招服农民军了 他也积极的招服 也没二话 绝不和皇帝对着干 这崇尊皇帝喜欢他的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他主动的 默默的替皇帝承担责任 承担什么责任呢 就拿这一次和清国议和来说 这崇尊皇帝想议和 又不敢说 杨死昌呢 就揣摩他的心思 就开始操办了 可是当秘密泄露了 群起一公之的时候 他默默的把所有的 议和的责任承担下来 他就成了皇帝和舆论之间的一个 挡风墙 你想既有见解 又能够迎合自个儿的心思 又忠诚 又能给自己承担责任 挡住舆论的压力 你是这样的忠臣 皇上能舍得杀吗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原因呢 得留着杨死昌继续仰外 清兵虽然退出关内了 随时可以打回来 这次清兵入关 明朝损失太惨重了 这崇祯皇帝就害怕这清军 所以他就责承杨死昌 加强京城周围的防御 杨死昌就秉承皇帝的旨意 把这个洪城筹和孙传廷 就留在了京几带 你别走了 别回去了 你就保卫京师的安全 可是这会儿 这孙传廷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给杨死昌写信 说你不能把我们都留在这 这样一来 你就会给陕西的那些残余的农民军 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 再说了我这些部队都是陕西人 你留在这他想回家 他就可能滑遍或逃跑 所以根本起不到保卫京师的作用 这可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大事 你要慎重考虑 可是杨死昌不理不睬 其实杨死昌和孙传廷 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清军入关 皇上要调红尘筹和孙传廷 如今秦王的时候 杨死昌亲自面见皇上 劝皇上 不要把他们两个人都调来 得留一个 不然的话李自成会死灰复燃的 皇上没答应 他也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现在呢 他完全听皇上的话 没自个儿的意见 可是这孙传廷却不买账 当他接到皇上圣旨 任命他为保定的总督的时候 他跟皇上上述说 我有病了 我耳朵已经聋了一个半月了 我不能去带兵打仗 不能当这个保定总督了 皇上一听就火了 马上下指说 你孙传廷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你怎么能随便抛病号呢 赶紧上任去 你再拖延 我治你罪 孙传廷不害怕 马上再上一道书说 我要退休 不干了 这皇上就火了 然后派人到大营去 把这孙传廷给我抓到北京来 打入大牢 就这样 孙传廷就被打入了大牢 这孙传廷可是朝中的功臣 尤其是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 他可是立下汉马功劳的 正是孙传廷 在陕西的黑水域 抓住了高营乡 正是孙传廷在同关南原 伏击李自成 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 剩了18个人逃进了上洛山 这么一个有功之臣 这皇帝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这么点小事就把他打入大牢了 想不通 我分析 这会儿的皇上 为什么如此的翻脸无情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 心情不好 为什么心情不好 刚打了一场败仗 损失那么惨重 尤其是杀了36个人 这36个人中有好多都是崇祯皇上特别信任和喜欢的太监 心疼了 第二个原因呢 在崇祯皇帝看来 国内的流寇已经平定了 所以啊 既然流寇已经平定 你这个汉将啊 容不得你这样不听指挥了 那么国内的流寇真的像崇祯皇帝以为的都平定了吗 我们曾经讲到过李自诚啊 在南原被打得全军覆没 18个人逃进了深山 逃进了商务山 这会儿 这孙传廷本来可以带本部人马进山去进角 把这李自诚彻底消灭 只剩了18个人了 还有什么能量呢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清军入关了 在皇帝的延令之下 红城仇孙传廷只好带本部人马进京秦王 这一下李自诚得到了喘息机会 几个月之后 李自诚带领了几十个随从 骑着快马就来到了湖广 现在的湖北的古城县 干嘛去呢 找张献忠去了 两个人一见面 这张献忠呢 就设宴款待李自诚 酒喝了半截呢 借点酒劲啊 这张献忠就拍着李自诚的后背说 李兄啊 跟着我一块投降算了 干嘛还在四处奔波呢 这李自诚哈哈大笑说 不可不可 他心里知道 这张献忠是诈想 要不然他怎么敢来和他会面呢 那不是自投罗网了 两个人会见完之后 张献忠送给李自诚 一些武器和马匹分手 意思是希望你有朝一日再度的打击 造反的打击 我们两个可以遥相呼应 两个农民军最高的这个首领啊 在古城会见 然后走的时候还拖着武器和带着马匹 这种事能瞒住世人吗 所以这消息很快就被五省总理雄文灿知道了 雄文灿你知道这个消息 慌了 为什么呢 张献忠要造反了 马上把这个消息向朝廷汇报 杨慈昌立刻下令 下令给这个五省总理雄文灿说 你先去派人 到这个张献忠的这个古城县 打探一下他的情况 看看他的兵力部署 然后带你的本部人马去合围古城 这个消息张献忠很快就知道了 张献忠得到消息说 明军要来围剿我了 他得先下手围墙 所以他就攻陷了古城 拆了古城的城墙 打败了明军的围剿 之后所有的仓库打开 仓库是一抢而空 监狱里的犯人全放了 再度打起了造反大器 造了反之后呢 还贴一告示 贴在这个交通要道上说 几支判 总理使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今天之所以再度造反 就是雄文灿逼的 雄文灿怎么逼他了 他说雄文灿呢 向我所会啊 不光是一个雄文灿 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找我所会 我哪那么多钱呢 我付不起了 我没办法了 我只好造反了 为了证实他这个说法 这张献忠啊 就把所有的 包括雄文灿啊 所有的所会的官员的名字 所会的数量 所会的时间和地点 列了一张清单 广而告知 贴的到处都是 这一下把那些贪官的嘴脸呢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张献忠降了又判 然后呢 张献忠又把这雄文灿这些劣迹啊 公之于众 这皇上知道之后呢 就把雄文灿免职了 推荐雄文灿为无省总理的是谁呢 杨思成 这作为推荐者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阎官们又开始上书 弹劾杨思成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深受黄恩 杨思成拼尽全力 然而最终却遭上了一条不归路 那么杨思成最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的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要命的围景 明君接恋遭遇惨败 面对朝中官员对杨思成的弹劾 崇祯皇帝终于坐不住了 如果再撇他下去 万一激起动怒 影响到大明江山设计的安危 那就麻烦了 但是真要处罚杨思成 他又下不了这个狠心 究竟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杨思成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把皇帝和自己都解脱了出来 那么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办法呢 正在华上左右为难呢 这杨思成向皇帝提出要求 派我去吧 让我亲自去围剿这些流寇 崇祯皇帝一听 哎呀这杨思成啊 他就是机灵过人 这招太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把杨思成从京城派到胡广去搅张献忠 就等于是皇帝对他惩处了 从京城外放了 内阁大学士成了围剿农民军的都市了 二来呢 熊文灿被免职之后 这个吴省总理的职务呢 又有人接替了 再者这个一旦围剿成功 崇祯皇帝就会觉得 我对他的袒护是对的 这是一石三鸟啊 所以这崇祯皇帝马上同意 杨思昌出京去讨伐张献忠 这杨思昌啊 的确是没有辜负皇上的希望 他到了这个岗位上之后 这半年之后就传来好消息了 经过他的这个调度指挥啊 这个佐良玉啊 就在这个四川万元金属四川的达州 有一个玛瑙山大败张献忠 消灭了张献忠三千多人 把张献忠打得落荒而逃 追出五十里 捷报传来之后 崇祯皇帝高兴 下令犒赏三军 然后给这佐良玉呢 加官金决 当然忘不了杨思昌啊 可是皇帝朱有俭心里很清楚 这杨思昌这会儿啊 要的既不是官决 也不是金钱 他最希望得到的是 皇帝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 所以崇祯皇帝就给杨思昌 写了一封亲笔信 这皇上给大臣写亲笔信 作为皇帝朱有俭而言 那可是很少很少的事 尤其是在信中啊 这皇帝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感情 比如说有一句 半载有余 无日不悬正面 意思是爱情你出去了半年了 每天呢都让我操心了 我化你 怎么看不是君臣关系 倒像是一对好朋友 所以这封信呢 这杨思昌接到之后 哎呦感激涕铃啊 感动的是五体投顶 我下决心 我一定要剿灭张显忠 可是这张显忠被打败了 落荒而逃了 佐良玉本来是率着本部人马 乘胜追击吗 突然停住了脚步 不追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张显忠啊 被追得无辱可逃的时候 情急之下 心生一计 就派他的这个亲信呢 带着礼物就去见佐良玉 这亲信见了佐良玉之后就说 他说你佐良玉能活到今天 就是因为张显忠的存在 佐良玉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想啊 你纵容你的部下 烧杀银掠 杨思昌对你早有看法了 之所以现在不杀你 还重用你 就是让你来缴张显忠的 你要把张显忠消灭了 你的死期就到了 这佐良玉听对啊 兔死狗棚嘛 这道理谁都懂 所以呢 下令停止追击 结果张显忠趁机逃跑了 这张显忠这一跑啊 如鸟如山林 鱼归大海 同时呢 张显忠再度造反 有很大的这种感染性啊 周围那些本来是投了降的那些农民军呢 又起来造反了 然后纷纷的都投到了张显忠的名下 他收拾残局 着急救部 这势力又滚大了 势力又做大之后呢 这杨思昌就下令给这个佐良玉 让他发兵 去打这张显忠 这佐良玉回信说 我有兵了 我不行了 我不能带兵打仗了 不听话 不听指挥 没办法了 杨思昌就写信给另外一个大将 叫贺仁龙 这人从陕西来 陕西的总兵 让贺仁龙呢 带兵去打张显忠 贺仁龙不但不听话 反而找一借口 说没良小了 带着自己的人马呢 回陕西了 这又是为什么 本来这剿灭张显忠 这杨思昌就全靠这两位干将了 可是两位一个说病了 一个说要回家 都不听话了 前边不是挺好的吗 把张显忠打败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这就怪杨思昌自己了 他自作自受 自食其果 为什么呢 这杨思昌啊 虽然跟随这冲真皇帝时间不长 他太能揣摩皇上的心思了 所以就养成了一个说话不守承诺 出而反而这么个毛病 杨思昌啊 离京之前 请示皇上 批准 赐 佐良玉 挂 平贼将军印 可是到了任上之后发现 这佐良玉 专横跋扈 不听话 不听调遣 难以驾驭他 就看上了 从陕西来的贺人龙 觉得贺人龙是个人才 是个帅才 所以就决定 让贺人龙取代 佐良玉 就把这个决定呢 就上报皇上 让皇上改变这个风 上报皇上的同时呢 他又把他这个决定 告诉了贺人龙 可是当皇上批准了 他的要求之后呢 他又发现 不行 这佐良玉啊 还不敢得罪 你说他要是翻脸了 不听话怎么办 同时这个贺人龙呢 又怕他取代不了 佐良玉 想到这呢 又上述给皇上 还是让佐良玉继续挂 贫贼将军印吧 皇上又批准了 这一下两个人就都得罪了 说这贺人龙吧 没挂上贫贼将军印 心里不高兴 心里想 你说的好好的 让我挂贫贼将军印的 这会儿你出尔反尔 你不是算我吗 这一不高兴呢 就把杨思昌告诉他那个话 取诺他挂贫贼将军印这些话 就告诉了佐良玉 佐良玉听就火了 心里想 你想让贺人龙来取代我 虽然我挂了贫贼将军印 我还不买你的账 这样一来呢 就把两个人都得罪了 要想剿灭张献忠 全靠这两个人了 那么一个炮兵号 一个撤回了陕西 那么下一步如何围剿张献忠呢 我们下期再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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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